我們這次繼續講到學習與人溝通 這個教導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外國讀神學的時候 那個神學教授本身是讀很多心理學的 他教了我們這個叫做Awareness Will 知覺論 我們的知覺有五樣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上次也有講過 我這次也將他分析我們講話的時候也有講 那待會在你操練的時候要怎樣做呢? 在講的時候,老師就會…不是老師,是祖長 就會告訴你,你才會講的 或者你自己能夠講的,出系不義 這五樣東西是需要學習操練的 我當時是想要兩日課的 兩日課首先認識那五樣 然後就時時練習 就是你講的是什麼,講的是什麼 因為我經過了很多年,我經常都留意 我隨時講話,我會留意到我現在講的是什麼 還有我知道別人在講的是什麼 對於溝通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五樣東西就在下面我們讀一讀 第一是行動, actions 第二是感覺器官的知覺, sensations, sense 然後就是思想, interpretation, thoughts, I think 然後第四就是意向或者意圖, intentions, I want 第五就是感覺, feelings, I feel 這五樣東西,你看起來的人覺得那有什麼特別呢?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之重要,幫助我們跟人溝通 我用一個例子 如果你跟你周圍的人溝通 譬如你的朋友,或者你的父母,兄弟姊妹,或者你的子女 你說,我剛才看見你,我做了蛋糕 譬如我做了蛋糕,我看見你開心笑 那你就告訴他 譬如他聽完之後,他馬上有些反應 譬如他跟著就很滿足的表情 然後你說,我又看見你的表情很滿足,很喜歡 在英國這麼短短的溝通 說了其中有幾樣東西,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 譬如我做了一個蛋糕給你吃的時候 我看見你很開心,這是什麼呢? 我做了一個蛋糕給你吃,這是什麼呢? Action,行動 我做了一件事 然後呢,我看見你很開心 這是什麼呢? 我看見了是Sense 我看到,一個是行動 然後我看到,你很開心是你的開心 你的開心,我看到你的開心 這不是屬於感覺,是對方的感覺 然後當你吃的時候 我看到你的表情很滿足 當我告訴你的時候 我告訴你這個行動 我看到你的表情很滿足 這是什麼呢? 是Sense 我看到 我看到你的滿足 我看到你的滿足 我的心也很滿足 很開心 這是什麼呢? 是感覺 你放膽可以說出來 只是這個溝通 好像很簡單 但是我可以說 如果你能夠和你到處的人這樣溝通 你的關係會好很多 當你做個蛋糕 他吃,他又很開心 或者很蜂擁去吃 那你觀察到這個東西了 我們告訴他 我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你說 我看到你開心 我都開心 的時候 我想問你 你周圍的人 有沒有跟你這樣說話? 我看到你笑我很開心 我看到你投入參與討論 在一個小組裡投入 我覺得你一直在成長 我覺得很開心 有沒有有人這樣跟你說話? 多不多? 少啊 但是這種溝通 令你的感覺是什麼呢? 譬如說 我看到你很開心 每次看到你都很開心 你回到教堂 他看到你 我看到你很開心 會給你一種什麼的感覺? 滿足 是不是? 如果有個人跟你這樣說話 你會不會下個禮拜 都想見到他 他說他上個禮拜 看到你很開心 那些今個禮拜 你見到他 都會想見到他 這個就是建築關係 但是有很多人 他溝通的是什麼? 哎呀,好煩啊 哎呀,人又欺負我了 哎呀,好辛苦了 我又睡不了了 這樣 雖然這些是事實 但是呢 他只是說他的困難 聽的人就覺得 哎呀,你這麼舒服 就會覺得呢 就是跟他相處有困難的 但是他雖然有困難 他可以這樣溝通的 我用一個例子 他說 我發覺我自己很難處理這些問題 我發覺呢 我 講話的時候 我好 就是很受傷啊 很不開心啊 我都很想找個方法解決 這個呢 他有一個 intention 我想 我想找個方法解決 當一個人會講出他的困難 他講出有什麼事發生 Action 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會有這些感覺 然後我想做 當你跟他聊天 你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 他又盼望一些 就是這個人有些動力 是不是 而不是只是說 哎呀,好慘啊 好慘啊 好不開心啊 他只是很不開心 你會覺得 他很困難 就是 很難幫助 但是如果他說 我都想得幫助 或者他說 我多謝你幫我 那我們會聽完有什麼感覺 他覺得開心啊 他會回應 是不是 原來人與人之間呢 我用個比喻 我們人與人之間 好像兩個孤島的 好像我們和人是兩個孤島 那孤島有些什麼露出來呢 人家可以看到就是眼 面目的表情 和口說的話 有些人說的話 是沒有人知道他內心世界的 你有沒有認識這個人 你跟他相處 你不知道他什麼開心 什麼不開心 他目無表情的 是沒有反應的 有沒有這樣的人 都有很多這樣的人 那你跟他相處很久 雖然可能一起吃飯 但是一起生活 但是你覺得好像沒有連結 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有些人 他這麼多朋友 就是因為他跟人有連結 他會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將他的內心世界顯露出來 他也會留意到對面的 這個人的內心世界 他的溝通 然後他回應他 那時候 那時候 他會覺得 你聽到我說話 你喜歡聽到別人說話 雖然同樣 好像有些人沒有親自 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 就是當我們溝通我們的感覺的時候 人們會覺得 我和你之間有些東西相連 就會覺得有些關係 但是有時候 基督徒不是每個都懂得溝通的 有時候有些基督徒 經常都擺出一個很熟命的款 就是怎樣 有什麼事情都說 祈禱 與靠神 不必擔心 不必憂慮 但是你發覺跟他有一個距離 為什麼呢 他永遠都是把一些 聖經的教導告訴你 他永遠都沒有把他的內心 去經歷什麼 告訴你 他怎樣去成長 他聽到你說的困難 由他回應 當一個人會這樣回應你的時候 我想問你 多不多 有人聽到你說話會回應你的 感覺你的感覺 關心你的感覺 多不多 這樣的人 有些人說多 當然是你的福氣 但是我想說 普通人 普通人不是遇見很多這樣的人 在教會雖然可以遇見 但是也不是很多的 但是當我們能夠 跟別人這樣見的關係 又能夠這樣不認人 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聖經講到 你要快快地聽 聽也不只是聽說話 聽他的感覺 還有這五樣東西都聽過 他的行動有什麼行動呢 他看到些什麼呢 他在想些什麼呢 他意向想怎樣 以及他的心的感覺 有時候他不說 但是我可以問他 譬如他 他說 我剛剛 罵完交 跟誰罵完交 我們可以問他 我們可以問他 很多人一問 就會問那個情況 是可以的 跟誰吵架 吵什麼 但是最終我們都可以了解 他的感覺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根據他說的感覺 我們就更加去了解 譬如說不開心 我們更加了解 就是說他 那樣東西影響他有多少 有多少 有沒有繼續受影響 這些都是會幫助這個人的溝通 所以呢 這個溝通 一會兒我們會練習 一方面就是我們懂得溝通 第二我們引導對方溝通 然後就會 留意到對方怎樣反應 我們怎樣回應他 我們有組長就會去分辨 所以第一 我們先熟悉這五樣東西 我要給大家一些練習 這五樣東西 大家再說一次 希望大家記得這五樣 其實很簡單 第一就是行動 記住行動一起說 第二就是身體的感官 身體的感官 第三就是思想 思想 第四就是意緣 他想的東西 意緣 意向 第五就是感覺 內心的感覺 好 現在我給大家一些練習 其實 學就學這麼多 但是你怎樣用 這個重點就是怎樣用 這個會幫助我們溝通 有些人說 我很難和人交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少這樣的溝通 而且不知道 知覺到對方說什麼 不知道對方說什麼 我用一個例子 有很多人的交往 跟別人怎樣 是因為他很多人不開心 所以他講不開心 說不開心 那些人不喜歡聽 這樣就沒有關係 就是建立不到關係 但是這個人 他會把內心的情況說出來 都說他的意願 或者他想怎樣 又關心對方 關心對方是怎樣 那 他關心的時候 那些人會回應 譬如說 我聽到你說 你 有些事發生 現在怎樣 譬如你有些不舒服 現在怎樣 那些人會覺得 你關心他的事 那這個就是一個連結 然後我們繼續關心 或者為他討告 對他有幫助 這個連結就越來越深 就會建立關係 如果那個人每一次看到 你都會發覺 有些支持 有些鼓勵 要不是教導 我們要分清教導 這五樣是沒有一樣的教導 因為這個是講到 將我們的知覺 傳遞法叫知覺論 awareness will 就是將我們整個人 知覺的東西 能夠表達出來 和留意到別人的知覺 然後或者引導對方 去將他的知覺說出來 這五樣東西是可以合併的 譬如說 我見到你 就開心 我見到你 分享 我就開心 見到你分享 就是一個 見到就是一個 sense 就是我身體的知覺 那我就開心 那你就是一個感覺 譬如說 我聽你說話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我很欣賞你 我想問大家 先說些什麼呢 我聽你說話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我很欣賞你 我聽你說話 這是什麼 是 如果你想 簡單說 你回應 你可以用一二三十五 或者你用回那個詞 我們不想 動詞 那個詞 簡化一點 第一個行動 第二個就是 感官 這樣叫做感官 好嗎 如果是感官 就是感官 思想 意向 和感覺 我聽你說話 我聽你說話 聽是什麼 是啊 感官 非常好 就是這樣 感官 那我覺得你是一個智慧的人 是什麼 思想 我判斷 就是我經過腦 判斷了 我欣賞你 欣賞你比較難分別 這個欣賞可以說是行動的 一個內心的行動 就是我內心欣賞你 那我也有感覺 我的感覺是你一種欣賞的 也有thinking的 就是我 我欣賠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 就是一種 判斷 就是我判斷到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譬如說我經歷性靈 我就很興奮了 我經歷性靈 是什麼 我經歷性靈 行動和感官 就是我有經歷 我經歷性靈 我就很興奮了 是什麼 是 是 第五個感覺 我生命很大改變 這個其實是比較難一點的 生命很大改變 這個 我也不知道是否可以 因為它裡面有不同的成分 可以是有思想的成分 我對於人生的看法不同 跟著我的行動有不同 這個比較難一點去分辨 OK 好 就是說原來我們說話的時候 能夠去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 人聽到是會更加明白 和領受到 知道我們發生什麼事 我們聽人說話也能夠更加 更加體會到 我們第一次去學習 留意這五樣東西 我現在講的句子 大家就馬上回答 即是說是哪一種 有時一種 有時兩種 譬如說 我昨天想起你 昨天想起你 昨天想起你是什麼 思想的意思 就是我們怎麼思想 達到一個判斷 我想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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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行動 我昨天想起你 想起你 think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講的例子 我覺得 有神真的很好 我覺得神真的很美善 我相信 雙信念也是思想 我相信神一定會幫助我們 神知道我們一起的需要 我覺得這個社會 是 現在面對很多問題 這個是思想 即是我覺得 那樣東西是怎麼發生 這個是思想 行動是包括以前的 譬如說我昨天做什麼 或者才做什麼 我今早會講到 現在做什麼 我準備做什麼 我準備做什麼 和我意圖是不同的 譬如說 待會我會回家 我會再回家 這個就是意圖 我可以說 我真的會做 意圖就是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想買那樣東西 但未買 未知什麼時候買 想買 那種意圖 是不同的 行動和意圖是不同的 其實譬如解決兩個人的問題 很多時候意圖是很有幫助的 譬如兩個人吵架 但一個人跟對方說 有些什麼你想我做 想我做 你會開心的 那這個一 對方說出來的時候 如果他肯回應 那個關係就會容易 軟發了 譬如說 我想你多些陪伴 但是很多人不肯說這句話 我想你多些陪伴 這個是什麼 五樣 哪一種 四 就是想要的東西 他想得到 為什麼很多人不喜歡 這句話 我想你多些陪伴 你會不會和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我想你多些陪伴 你會不會這樣說 但是有些人會很難說出口 為什麼呢 因為覺得好像很低位 我要說你陪伴我 就是好像你要 就是你要給一些東西 我撕捨一些東西給我 但是如果對方問他 是會引發的 就是會幫他回應的 譬如說 我有什麼可以做 你想我做什麼 會令你開心一點 這個是邀請他講出來 那他比較容易 但是如果自己講 很多人不願意講的 我想你陪伴我 不願意講這件事 OK 我現在再試一下 再講一些 我覺得 這個世界經濟 是會面對一些困難的 這個是什麼 思想 思想 我很想這個世界穩定些 意向 我覺得很興奮 感覺 有些其實很容易訓練到 我現在在騎肚 行動 行動 OK 我聽到你在講電話 OK 很快 OK 好 那我們這五樣東西 要熟練的 第一樣東西 我們熟練什麼呢 練熟練 就是分組的時候 就是這五樣東西 單純講出來 譬如我組長說 OK 我現在試試講行動 試試講哪樣 你試講出來 然後 然後 將它合平 合平 譬如說 去想行動和感官 行動和感官 譬如說 我在公園走 我看到周圍的花嫂樹木很美 可能馬上有感覺 跟著我就很開心 可以先將兩樣東西合在一起 行動 跟著就會有些感官 行動又可以有思想 譬如說 我看新聞 我看新聞就是 我行動 我聽到這個世界發生的事 跟著 我就想 我希望 怎樣 或者我覺得這個世界很困難 即將這些 合平在一起 然後 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分辨 譬如說 有一個人講一句話 跟著其他人就說 你這才講的是什麼 那為什麼要分辨呢 譬如我們跟人聊天的時候 我們發覺我們有沒有這個習慣 去分享我們的內心世界給人聽 我想問你 如果一個人沒有跟你分享內心世界 你跟他做朋友是否容易 很難 你只是表面認識他 有時候有些人 可以一起 例如吃東西 例如有些朋友 肚子出去吃東西 但吃東西有時候 只是說吃什麼 說一些外面發生的事 他未必觸摸到他的心 即未必認識到他的心 但當一個人開始 將內心世界說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可以認識他 可以跟他有結連 這個就是 即是說 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結連的溝通 不只是說 因為有些人以為溝通 就是什麼呢 說話就是溝通 說話是溝通 不過有時候說話未必溝通到 即有時候說話 只是說了一些事情 並沒有幫助兩個人有連結 就是所謂有心 即是能夠建立關係的溝通 就是說 將兩個人的 他的思想 他的想法 他的感覺 他的感覺 就是能夠連結 知道對方是怎麼想的 這個就是 溝通這個是有意義的 是會建立關係 以及幫助我們 同人建立關係 以及幫助我們輔導人的 這個是需要練習熟習 而熟習的時候 也有另一種東西 就是我們不習慣 如果這幾樣東西來說 哪一種不習慣說呢 行動其實是容易說的 不過很多人不願意說 是願意說 譬如說 譬如判偶出了街做什麼 他有時候不喜歡說給那個 陪我聽 為什麼不喜歡說給那個陪我聽 說完後 他說 為什麼你出去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你不陪我 或者為什麼你去買東西 你說壞東西 死了 你買多少錢 他不是很喜歡說他的行動 是因為對方的問題 我們看到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覺得 就是 要什麼要說呢 譬如對方笑 他當然知道自己笑 我想告訴他 我想問大家 為什麼要告訴他 我看到你笑 有什麼重要性呢 就是他每次看到你都笑的 但是你每次都沒有話說 就是不會回應這件事 那他笑只是他一方面對你表達他的善意 對不對 但是我們沒有加強這件事 當我們說 我看到你笑我很開心 我說了什麼 我看到你笑我很開心是什麼 我看到你笑不是行動 感官 感官 然後就是感覺 當你說完一次 我看到你笑我很開心 然後 他就會怎樣 他有個記憶 原來我笑你是有感覺的 原來你會開心的 那麼他會更加會開心跟你笑 對不對 他跟你交往 他覺得有點滿足感 那這個就是 加強平衡的關係 如果不是 沒有做過這個事情 他始終對你笑 可能你也會笑回來 不過你永遠都不會出聲 的時候 始終在這件事上 沒有建立的關係 所以 原來兩個人的關係 就是這樣可以建立的 這個就是 神地 讓我們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動 這個溝通 是非常之重要的 OK 那麼我們 有問題想問 還有沒有 就是我想鼓勵大家 就是原來這個溝通 多麼重要 那我待會 我就會這樣 分組 我就會 給你們指示 現在做什麼 現在做什麼 那你就練習 那練習的時候 那些組員就會回應 你有沒有在做什麼 你是在做什麼 就是 讓我們練習這五樣東西 讓我們入了心 入了心 不代表你會用的 你要學去用的 譬如有人對你好 你要去回應 告訴他 你幫我我真的很開心 我真的很感激 那這個就是 應用在生活之中 令到人與人之間有連繫 那時候 你就會有好的朋友 就是一個人 如果能夠跟人聯繫 他就會有好的朋友 也都能夠 留意到人的需要 譬如說 有個人 在自由溝通 如果我們時間去開 有一個部分的自由溝通 就是怎樣呢 譬如對方分享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在這裏聽他說了什麼 他說了什麼 他說了什麼 然後我們就怎樣回應 他 這就是我留意到他在說什麼 然後我跟著 我用什麼方法回應他 OK 有沒有問題 給我們當力 這五兩都清清了 好 好